大家好,我是林子 前两天给小孩子做的芒果牛奶西米露 他们非常的喜欢 今天再要求我做一次 那我今天就给他们换换口味 做一个红糖奶茶西米露吧 做出来比奶茶店的还要好喝 健康卫生 小孩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来煮西米 锅里面水开之后倒入一碗西米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红糖 给它搅拌均匀 扣上盖子煮40分钟 煮珍珠的时候我们来做奶茶 一把茶叶 一勺白糖 这个茶叶是家里最最普通的茶叶 然后我们开最小的火 给它不停的翻炒 炒来炒不停的炒 炒就像这种焦糖色 这个糖我们一定不要炒得太老 不然做出来的奶茶会发苦 像这个样子的话泡泡 我们再加入开水 加入开水煮两到三分钟 煮出茶香味 像这个样子就烤了一股浓浓的焦糖 茶香味 然后我们将果关掉 再把准备好的纯牛奶倒进来 继续搅拌均匀 像这个样子我们的奶茶就做好了 这个也可以直接喝哦 把里面的渣渣漏掉就行了 奶茶店15元一杯的奶茶 都喝不到这个原味哦 而且自己做的是真材实料 哇太香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红糖珍珠奶茶 煮的怎么样了 哇非常的漂亮哦 煮好的珍珠我们给它放入小碗里面 哇看着就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珍珠比较小 所以煮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非常的有颗粒感哦 看着非常的漂亮 然后再舀上我们刚刚做好的奶茶 给它搅拌搅拌 哇塞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一份家庭版的红糖珍珠奶茶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如果你也喜欢喝奶茶 那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自己煮出来的健康放心 而且比外面买的经济实惠哦 外面卖的十八一份 在家自己做 两三块钱就能搞定 暑假在家没事的时候 可以给孩子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我女儿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喝了 我是林子 感谢您的收看